在如今的年轻人看来 颜值既正义 今天正义的化身 长安第三代CS5 Plus 它来了 长安CS5 Plus系列自2019年推出 以累计卖出80万辆 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当然就是它的颜值设计 什么是好的设计 除了满足功能性 更重要的是提供情绪价值 看见它你就开心兴奋 哪儿哪儿都顺眼 总想和它多待一会儿 正如这台长安第三代的CS5 Plus 汲取建筑灵感的星际立方前隔山 无边界参事化阵列设计 阴人化的科技风格 让它看出去宛如一个装备金郎的未来战士 几何形的光电打灯 点亮日行灯后 呈现数点横的图案和后臂发光效果 立体感和变速度拉满 来到侧面 风锐线条切割出简洁立体的车身形面 下裙边采用了车身铜色 中间镶嵌一圈黑色装饰 看起来肌肉感十足 同时又不乏细腻优雅的风度 全新的刀锋轮骨 独特的线条设计 模拟出奔跑中的视觉延迟效果 即使在静置状态看起来 也像正在高速的尺寸中 来到尾部 新环LED尾灯 新环尾翼刹车灯 与前大灯的环形灯柱前后呼应 尾部线条张力饱满厚重吨石 加上左右分布的盘细设计 给人以力量和安全感 整车看起来 虽然只是一台4米5触头的紧测SUV 但通过主侧针线的外扩和细节的精致打磨 营造出了鲜明的科技感和强壮的体量感 视觉上很显大 呈现出了一种越级的效果 这种年轻的科技范儿和满满的安全感 我想就是年轻人所需要的情绪价值 坐进长安第三代CS5 Plus的座餐 我们来看几个细节 第一 它应用了大量触感舒适的软质材料 全新的红黑配色 触手可及之数都是软性包裹 加上一板一眼的缝线 用料和做工都保证了高品质 第二 所有功能设备的位置和方向 都比较符合人机工学的要求 比如它的挡板和背架是左右分布 换挡和取放水平这两个动作互相不影响 再比如它的驾驶模式调节 旋钮和电子手扎是放在了挡板后方 而不是放在前面 操作的时候也比较容易识别 而且不会被挡板所干扰 像某些车呢就设计的比较深 比如说在这些位置 你要操作的时候就要低头去找 这样你在开车的时候呢就不太安全 再比如它的10.25寸液晶仪表 被设计成这种狭长的形状 和驾驶者的距离有点远 这样你在开车的时候 一边开车一边观察仪表 因为透视关系 你的仪表跟路面是在同一水平线上 这样你的视线就不会离开路面 能够更好的保证驾驶安全 同时方向盘也不会轻易的遮挡仪表 你不需要从方向盘的缝隙里面去看 去阅读仪表 再比如他用了这种D字小盘幅方向盘 转动相同的形成 相比普通方向盘就能够获得更大的转向角度 操控起来更加灵活 同时对身材较高的人也不会轻易的碰到腿 中国台面采用了流线造型 跟这块悬浮的12.3寸大屏融为了一体 这样就避免了悬浮设计容易带来的突兀感 而且大屏位置比较靠后 操作时不用探身 一伸手就能够做到 这样的位置布局 让仪表方向盘和中国大屏组成了一个黄金三角 这是目前汽车做舱最合理 最符合驾驶者人机工学的一种布局方式 所以长安第三代CS5PLUS这套座舱 不仅呈现轻薄美观的提亮感 以及浑然一体的和谐感 而且每处细节的设计都体现了安全好用的设计理念 座舱设计不只是好看这么简单 它背后一定是设计师对消费者使用场景的洞察 为什么CS5PLUS这个系列一直很畅销 这套好看又好用的座舱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长安第三代CS5PLUS车身长光高分别为 4539 1865和1680毫米 轴距达到了2656毫米 那么它的空间和乘坐表现如何呢 以我178的身高来实测 前排头部高度大约一拳多 前排坐垫宽度达到51公分 后排头部空间大约一拳 后排腿部间距达到了36公分 后排座椅的宽度达到了52公分 各项数据表现都是主流偏上 此外它的全景天窗打开长度接近55公分 保证了前后排乘客的通透感 将后排座椅翻倒后 可以形成一个全屏的大地板 后备箱开口高度可以达到72公分 空间纵深可以达到184公分 而整个后备箱的宽度可以达到102公分 所以不仅能当车床 而且它的载务能力也不错 值得一提的是坐在后排 它的后排三个座椅是几乎齐平的 保证了中间这个座位呢 也能有比较好的置征性 此外中间的地台也坐得近乎全屏 所以即使是坐在中间座椅的乘客 也能够获得一个相对比较舒服的坐姿 而且呢双USB出电口和出风口都一应俱全 另外呢全车还有29处的储物空间 让你的随身物品都可以随手安置 最后我们再来看它的座椅啊 前排采用了一体式的运动座椅 主架提供电条 主副架都可以加热 椅背的曲线给予了腰背臀各个部位良好的支撑 特别是肩部和背部的两侧 包裹和支撑都是比较到位的 前排座椅啊如果包不住啊 你在过弯的时候身体就容易左右打滑 那这一点呢这台车做的是不错的 前后排座椅的靠背和坐垫 内部都是麦格纳针对亚洲人体研发的舒适性泡沫 触感都很柔软 而且表面采用了航风工艺 靠背和坐垫都采用了网格黄 这种菱形的凹凸表面 一来能够分散身体的压力 二来这种凹凸表面让你一辈不沾身 在夏天的时候不容易出汗 虽然4539毫米的车身不算大 但是空间利用率高 其实对很多人 不管是老司机还是小白用户 不太喜欢尺寸过大的车 因为操作起来不够便利 但是尺寸小了又担心空间不够 而这台长安第三代CS5 Plus 在有限的尺寸里 做出了让人满意的空间表现 对家用来说是没什么后顾之忧的 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越级的实力表现 如今谁家的车里没有一块智能车机呢 但车机好不好用呢还是有区别的 长安的智能体验 在自助品牌里一直处于最好用的头部水准 这次长安第三代CS5 Plus又玩出了新花样 很多车上都有360度全景影像 但这台车除了360度全景影像 还有540度透明底盘 除了540度透明底盘 这台车多了一个陡坡视野辅助功能 这台车当车速小于27公里每小时 而且坡度大于等于9度时 会自动开启全景2D模式的前视图影像 帮助你认清前方道路 如今大家都有手机找车功能 比如你可以远程通过手机 让车鸣笛亮灯 或者有更多的人习惯停了车以后 拍上照片留存 但是这台长安第三代CS5 Plus 有个独创功能叫停车记忆助理 当你将车停入车位时 停车记忆助理会自动识别车位号 并将车位号自动推送到手机APP 当然远程启动和开关发动机 开启轰条 车窗 解闭锁 闪灯银笛等等这些功能 这台车也可以通过手机来远程遥控 如今大家都有语音控制功能 但这台车的玩法更多 首先它的语音可以实现更精确的控制 打开四分之一车窗 打开二分之一天窗 其次它能够连续多轮的进行语音 叫后我们来做个测试 增大音量 减小音量 打航去大助林 我要听歌 关闭天窗 甚至于这台车在很多场景下 不需要唤醒 直接可以发号施力 现在是车机没唤醒的状态 打开导航 导航已打开 回到桌面 打开音乐 QQ音乐已打开 下一首 黑夜模式 另外有时候你想制造一些浪漫的兴奋 你可以说 我要看星星 好的 这就问你打开天窗 看 是不是很懂你呢 一直在线 也一直在进化 这就是长安第三代 CS5 Plus的智能车机 把最好的智能体验下放到这种10万级的紧凑SUV上 某种程度 这也是一种越级的表现 这台长安第三代CS5 Plus 搭载的是最新一代的长安南京N1.5T霸动机和7速的是双颗变动箱 最大输出188匹300牛米 这个数据放在10万级SUV里面可以说是头部的规则 南京N1.5T有两个技术值得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它是可变截面涡轮兼固了小涡轮起压块和大涡轮压力强的特点 所以它起步的时候压力起的非常快 基本上1000转 涡轮增压就开始接入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双额管电控涡轮增压 两路排气涡管交叉产生排气 从而产生持续不断的脉冲式增压效果 因此整个加速大扭矩输出的过程 它是一个非常线性饱满的过程 我们来实际加速感受一下 现在时速60走 整个的加速过程是非常的线性饱满 整个无论油门还是变速箱的响应都非常的快 这台7档的式双离合变速箱 采用了新一代的DCLO超精密的电磁扒 配合全新升级的带速功能2.0的逻辑 解决了环统的DCT变速器 PRND几个档位之间在切换时会容易产生的冲击感 那么它的这种新的换档逻辑 让它在N档D档R档 在切换的时候整个车身完全无感 不像有些车你换到D档或者换到R档的时候 车身会顿一下 另外这套变速箱采用了比较先进的X-PEDAL技术 所谓X-PEDAL可以理解为一套软件的预设 这六大场景和17种的不同工化 进行了提前的精硬化标定 以前的变速箱是根据驾驶者的驾驶意图来判定 计算然后再输出相应的控制逻辑 X-PEDAL相对于让变速箱的软件标定 设置了这么多的模型 有了自主判断能力 当遇到相应情况的时候 它会主动提前调整去迎合驾驶者的需求 整个的换挡 要更加的灵敏 更加的善解人意 为了测试这台车底盘的柔软件 我们专门将它开到了一段路上 这条路上有很多的连续分布的井盖 以40到60的时速进行连续的测试 从镜头中我们也能看到 整个的减震系统对车身弹跳的收束是非常快的 整个的底盘其实有一点偏紧偏硬 路面的振动也会比较多的传进车内 通过柔性车套把尖锐和嘈杂的部分隔离掉了 所以传进车内的基本上都是被裹上了一层 比较柔软的质感 不会感觉的特别不舒服 长安CS5这个系列这么多年 为什么能一直畅销不出来 除了均衡的产品力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长安作为自主品牌的头部大厂 以人为本的产品开发理念和研发流程 这么多年已经非常成熟 设计师和工程师团队对消费者使用场景和审美取向 能够更精准的洞悉和把握 所以在很多看似差不多的设计和配置上 功能上能够给予消费者更细腻更有温度的体验 而这台长安第三代CS5 Plus 在延续了动力架控空间舒适和智能先进的传统优势之外 在功能配置和用户体验上进一步得到了优化 在设计上进一步实现了突破和创新 总而言之是以一种越级的态度和标准来打造这辆新车 为年轻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美学价值 功能价值和情绪价值 我想这就是这台长安第三代CS5 Plus 未来依旧能够长胜不衰的原因所在